哈啰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主题是要来做这个口罩链 那这个口罩链现在大家线下都会非常的实用 那今天要来教学这个非常简单的口罩链 想知道怎么做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那首先一样来到我们的材料的部分 那线的部分我们这次是用这个ECEL的EX005 它比较细一些是我平常在做勾针编织娃娃用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针也用比较细 我们今天用的是2.0mm的针 然后我们需要一个比较细一点的穿线针 以及手工艺的剪刀 那最后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口罩链 大家有看到它是有个小花、叶子、然后这个洞 还有中间一连串的锁针 然后最后再做一遍 那大家刚刚有看到的口罩的示范的用法呢 其实就是这个去穿进去里面 那最后还会有实际带起来的样子给大家看 那我们就开始做咯 那我今天选用的是鹅黄色跟黄色 我自己是建议要做这个双色的啊 建议颜色不要是太跳统的 待会我会做示范给大家看一个蓝色跟灰色的 那我觉得那样的配色会比较好看 不然我们是挂在脸旁边的 如果颜色太过于对比的话呢 这样脸可能会显黑 那首先呢我们黄色是作为花心的部分 然后我们要先做锁针的环状起针 那如果不知道锁针环状起针怎么做的 可以点击上方的资讯卡去观看 这边拉紧之后呢 我们锁针环状起针要有五个锁针 做五个 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回到第一个我们做的 我们穿过上面的其中一股 以及它后面的里面的这一条 大家有看到里面这一条都会每一股 也就是每一个锁针都有一条线嘛 我们穿过两个这样会比较紧 然后呢做一个引拔针 今天因为这个线跟针都比较小 所以大家要稍微看清楚一点 然后引拔针穿过来 那接着引拔针做好了呢 我们先做一个起立针 然后我们要接着在这个环状起针里面 做十个短针 如果不确定短针怎么做的 可以点击上方的咨询卡去收看 我们就是从里面拉出线 然后穿过两条 这样就是一个短针 再做一次哦 第二个短针 拉出线 穿过两条 两个短针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去用那个记号圈 先把第一个去记起来 才知道自己做了几个圈 那接着我们还要再做八个短针 那我就做完再来跟大家说明 做好了十个短针之后啊 大家会看到我们已经把这个起头的线 其实藏在里面了 就像我们平常做环状起针一样 但是先不急着把它拉紧 我们先去穿到第一个来去做引拔针 那我先穿进去我们刚刚所做的第一个短针里面了 那你这边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边就要开始用这个鹅黄色了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做到花瓣的部分 然后大家可以先把刚刚做到一半的黄色的线留在旁边 我们先把这个黄色的线 鹅黄色的线拉进来 拉进这个引拔针里 这样我们接下来做第二圈的时候 它才会是直接的用鹅黄色线 比较不会有起头看到黄色线的问题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起头的线稍微拉紧一点 让它这个洞不要看来这么大 然后也稍微整理一下刚刚的这个 还在做的这个黄色的线 不然它这里会开开的这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刚刚做到一半的黄色这个线把它剪掉 因为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用鹅黄色的线做了 然后接下来啊剩下这个黄色的线 要跟鹅黄色的这个起头线一起都藏在这一股里面 那首先我们先做起立针 这边起立针我们要做三个 也就是三个锁针 做好了之后呢我们勾线 然后来去做一个中长针 那这边是两个中长针要做在一起喔 我们现在勾线了嘛 然后穿入我们刚刚引拔针做的那一针 可能不是很好穿 然后这边要记得要把起头的鹅黄色的线 以及刚刚做到一半的黄色的线 搭在上面 要拉对线喔 我们检查一下 没有拉到那个起头的黄色线 好 这样搭好了之后呢 我们先穿进来 然后因为这个是中长针嘛 我们会先再拉线穿过前面两条 接着 我们不要把它再勾线穿过去喔 我们再勾一个线 再穿进去一次 再拉出来 这时候我们看到有四条线在上面 一样先勾线穿过前面两条 这样其实下面两个中长针已经做好了 接着 我们再勾线穿过三条 这样我们的一个花瓣初步成型 那接着呢 我们再做三个锁针 然后我们去穿下面的下一个短针 下一股 去做一个引拔针 记得一样刚刚的 额黄起头线跟黄色的尾线要藏在一起喔 做个引拔针 让这个花瓣成型 像这样 然后随时如果你觉得这个洞被你拉大了 你可以再去拉就是 我们刚刚做的这个 额黄色的花心的起头线 这样 那接着我们要进到下一个花瓣的时候 我们要再到下一个短针 穿过去 再做一个引拔针 有点像是我们要做一个起头 所以要让两两花瓣分开 所以大家会发现说 其实我们每次在做一个花瓣的时候 我们都是从一个全新的 短针上面去开始的 然后去做三个 起立针 然后接着才继续做 然后在我们收尾的这一次呢 也要记得是在一个全新的一个短针上面去做引拔针 把它固定住 那接着呢 你要到下一个花瓣 还要再到下一个短针 所以要记得 一个花瓣 它会跟两个短针有关联 也就是一开始起头的那一个 以及我们做那两个中长针的那一个 然后接着会是做引拔针结尾的那一个 所以总共会有两个 那接着呢 我会继续在这个短针上面做完两个中长针 然后呢 再到下一个短针做引拔针 依序我们会做出五个花瓣 那我们在做完五个花瓣的时候 再回来跟大家说明下一个步骤 那我现在已经做好五个花瓣了 然后最后呢 我们会发现 第一个这个起头 会看到一个黄色的嘛 所以其实 我们必须要再做一次引拔针 在这个起头上面 盖住那个黄色 好 这样盖住了之后 大家会觉得这个黄色的小花 看起来比较完整一些了 那接着呢 我们看到刚刚 已经做好了这个范例 我们做完这个花之后呢 我们会需要先做一长串的锁针 放在旁边示范 那这边锁针通常我会做十四个 但是你可以试自己的需求看要不要缩短一点 让它的那个花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垂 这也是看自己想要怎么去调整 那接着呢 我会去做一个叶子 就大家看到这个 那我们先抓着这边的十四的这一针 然后我们去做四个锁针 那我们做好四针之后呢 要做一个长针 先勾线 像刚刚一样我们是抓一股 以及它后面的那个条线 然后勾线进来 那现在有三条线搭在上面 那我们勾线拉进前面第一条 然后再勾线拉进前面的两条 最后再勾线拉进最后的两条 就形成一个长针了 那接着呢我们要做一个长长针 那长长针大家记得就是先勾两次 一样穿进刚刚的洞里 穿线出来 然后接着呢 我穿过前面的两条 再勾线穿过两条 再勾线穿过最后的两条 这样我们就做好一个长针一个长长针 接着呢我们做一个锁针 然后这边要注意哦 大家有看到这边这一个 是我们刚刚做长长针之前的那一股 以及长长针上面的这一个 这一股 也就是我们做完锁针之后下面的这两条 V的线 我们把它穿进去做一个引发针 这是为了让它的叶子啊 看起来有一个稻尖的 这样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做四个锁针 然后接着一样回到刚刚的这个洞 做一个引发针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叶子了 那接着做好叶子之后呢 我们要来做这个要穿入小花的这个洞 所以首先我们要做七个锁针 2 3 4 5 6 7 做好七个之后呢 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刚做的这个第一个 因为我们接下来就要把它回穿回去 那首先呢 我们的针要去勾四次的线 勾好之后呢 用一样的穿法穿回这个洞 我们有拉到两条线了 然后穿出来 这时候大家会发现有 1 2 3 4 5 6 有6条线在上面 然后我们勾线穿过前面的两条 都是以两条为单位 我们在勾线穿过前面的两条 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卡住 然后我们在勾线 穿过两条 总共我有四次 再勾线 过两条 最后把它锁起来 这就是我们形成的一个小洞 那我们接下来呢 能够把花穿进去 所以简单说就是我们勾了四次线 从洞里面回穿拉出线之后呢 每一次勾线都以两条为单位把它拉出来 然后接着呢 就能够做成这个小洞了 让我们回到原本的原点 那接着呢 就是我们最漫长的这一块的锁针 那最漫长的这一条呢 我自己是做135 那最后大家看成品 就是挂在我脖子上的感觉的时候 大家可以再想一下 要不要让它短一点或者长一点都行 因为我会差不多挂在 胸口稍微低一点的位置 如果你把口罩拿下来的话 那接着我会先做135次的锁针 再回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大家同时其实是可以一边做一边去量自己的脖子的宽度啊 然后这样挂起来的舒适度 那我刚刚做完了 其实我改成做125次的锁针 我觉得可能比较刚好一点 然后 其实我之前黄色的这个也是用125 只是我一开始试做是用135 觉得可能比较多人适合那个size 那接着呢 大家有看到我们等于是倒过来做 接着就要做这个小圈圈 那一样齁 我们先抵住这里 我们做7个锁针 然后接着呢一样 我们勾4次 然后 穿到 7针的第一针 拉线出来 然后穿线 勾过前面的两条 拉的点太长 然后再勾线穿过前面两条 然后再勾线穿过前面两条 还有两次 勾线 这边两条 最后 这样形成一个小洞 然后因为是倒过来嘛 所以呢 我们的 叶子 就是现在要做 那一样 我们去做4个 锁针 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准备 先 勾线 穿入 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们刚刚做的锁针 拉出来 然后先勾线穿过第一条 再勾线穿过后面两条 再勾线穿过最后两条 再勾线穿过最后两条 勾线穿过前面两条 然后再勾线穿过前面两条 最后勾线穿过最后两条 接着呢 我们做一个锁针 然后像刚刚一样 为了做出叶子的感觉 我们去把 刚刚 做长长针前的这条 跟 后面长长针里面的这个V 倒V 去做个引拔针 然后做好引拔针之后呢 我们就 做四次锁针 然后再引拔针到 一开始的这个洞 都是在同一个洞上面进行 做个引拔针 这个叶子完成了 那接着呢 刚刚大家还记得 就是 我们是 在倒叶子之间 今天做了14次锁针嘛 所以现在也一样 我们穿14次 然后接着我们要先停摆一下 我们先把 线拉的长一点 免得待会不小心拉掉 然后 先把整条 摆一边 因为大家记得 就是我们刚刚的花是双色的嘛 所以呢 我们中间要先做好一个花心 那因为刚刚花心已经做过了 所以我待会就直接做到 我们要接一圈做完最后的那个引拔针 要接耳黄色这边的线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 那我已经做完了 然后目前我已经把针 穿到我第一个短针这里 然后要准备就是穿入我们 刚刚做到一半的这部分 那我们把刚刚做到一半的这里啊 准备衔接 OK 这边我们就是直接把 刚刚我们做到一半的这个锁针 穿进来 做一个引拔针 然后呢 把黄色的这个线 拉紧 然后黄色的这个线 也拉一下 然后就像刚刚一样 我们黄色的这个线啊 就是待会要把它剪掉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形状 然后呢 起头这个黄色的线把它拉紧 那接着我们先把黄色的这个线 把它剪了 然后接着就继续用鹅黄色的这个来做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做黄色的了嘛 我们就先做三个起立针 然后大家会发现这样好像有点不太顺 因为这里接着线嘛 所以我建议大家是可以就是反过来做的 就是都可以 反过来或不反过来都行 然后我所做反过来做就是这样啦 只是这样就会变成背面的这个在这里 那我们今天改成正着来做好了 那首先呢 我们一样勾线 然后穿到 我们所穿的这一个里面 然后记得 要把黄色的这个线搭在这里 这次要收的线就只有黄色这条线了 然后做一个中长针 然后剩下两个不要绕开再勾线 再穿入同一个里面 绕过前面的两条 绕过最后的三条 再做三个起立针 到下一个短针里面 做一个引拔针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一个花瓣了 那接着我会把后续的四个花瓣做完 再来跟大家说收尾的部分 大家看到这个黄色的起头线可以把它拉着再紧一点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剪掉 因为这一部分其实它是收过线的 然后刚刚第一个花这里也是 把它拉一下 首先呢是 这边这一个 黄色的这个线 黄色的这个线呢 大家看自己需求 看要不要剪掉呢 或者是长到黄色的这个里面 因为其实要长这个 其实不是那么好长 我们用这个穿针线 因为它剩下的很短 接下来最后黄色的 和黄色的这一条 穿进我们的穿线针 我们穿进去之后 黄色的这个收线呢 大家可以看 你直接去穿 我们现在的线是在偏右边这里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穿进去 接下来黄色花瓣的这里 因为我们都是一根一根线在这里 你就把它穿回去 让它藏在这个花瓣里 也算是在把这一圈绕紧 然后你可以把它完整的过一圈也是可以 就绕到每个花瓣里面 那这样就比较不会被看到 像这种花形啊 它就很好长线 我很喜欢这种 然后穿 可以穿多一点 没关系绕一圈也可以 这样它比较不容易掉 已经绕了差不多一圈了 我绕了四个花瓣啦 不用绕到全部 我们就把它剪掉 那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 烤烧链就完成咯 蓝色的给大家看一下 蓝色的会长这样 蓝色是用灰色的做的 然后呢 我也有做一个单色的 那单色的呢 其实它就不会有 做这个 中间这个花心的问题 你就可以 做到第二个花的时候 直接接着做一个锁针 只要记得 你做到哪一节就好了 直接做一个锁针 环状起针 然后就开始做最后的花 所以其实单色的 才是真的那一种 直接一条线到底 其实是更简单的 那我觉得单色也有它的美 那接着我就试戴给大家看 这三款 那接着来示范 这个口罩链要怎么放上去 那因为我们为了 让花是向外翻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从外面去穿进来 外面穿进来 然后呢 弄到我们刚刚做好的 这个洞里面 这样 然后建议大家可以调整一下 让它刚好看起来 好像是这个叶子 跟花是对在一起 然后另外一边也一样 我们从外面 穿进来 然后穿到我们的洞里 洞我有做比较小 我也让那个洞在穿好之后 不要看起来太明显 然后大家这样把它 拉一下 然后在戴的时候啊 大家就是 可以先戴上来 然后 然后 戴起来 整理一下啊 然后头发可以拉出来 我觉得这个方便是在于 比如说你去逛夜市啊 或什么的 然后你要吃饭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拿下来 然后它就会看起来 很像是 那种小耳环 有没有 很可爱 这样 然后如果你要吃饭 你就把它 拿下来 然后可以把它往下拉一点 让口罩的面 在这里面的 这样就比较卫生 然后你也不用另外找盒子什么的 然后还会一直碰到 大概是这样 另外给大家看这个蓝色的做起来 感觉是这样 我自己是更喜欢黄色的啦 那另外我还要做这个单色的 紫色的 然后 它这个花啊 就可以是一体成型做到尾 也不用像刚刚这个黄色跟蓝色的去做套色 那我觉得这有 这也比有一番风味 给大家参考 那希望今天的教学 大家可以很实用的 真的实际 用在你的口罩上面 然后又很简便 是一个很简单 就可以当做日常生活的用品 那我是Yoko 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咯 拜拜